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恰恰 大家好 今天呢 喔不對 是昨天呢 AWC世界杯 還記得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沒有錯 中國隊使用菲尼克把對手打得不要不要的 除了人頭數大幅領先之外 魔龍凱撒照樣全手走 最重要的是還打出了快要一萬經濟的差距喔 所以今天呢 登登 在觀眾的協助下 終於把他的裝備給收集起來了 我比較意外的是 他竟然使用紅色的打野刀 因為一般我們目前出的都是 風系列的 就是弓箭的打野刀 我真的是蠻意外 不過奧義的部分 目前是我踩扯的 目前我是使用 我自己呢是使用猛攻刺殺和龍爪 這樣會讓你的菲尺印記 在前期變得真的非常痛 左邊的裝備就是中國隊 昨天打到最後的出場 你可以看到是紅打野刀 配上最便宜的攻擊速度 血可以讓你更快擁有 兩級的移動速度 再來就選擇出破陣戰矛 破陣戰矛之後出 聖劍 聖劍船 竟然是出颶風雙刀 我真的是有一點點的意外 聖劍雙刀出完之後呢 喔 先講這個聖劍雙刀 我蠻意外的是 現在的聖劍雙刀是要在爆擊之後 你才會獲得 35他的韌性 而且呢 不能跟你的聖騎士 戰靴的韌性去重疊 所以現在真的非常少人出這個裝備了 最後一把他就選擇出天叢雲 一個破甲最大化 首先玩菲尼克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昨天我有看了一下 我有看重播 因為他們打了那個時候 BBCC正在玩第五人格 和開直播 登登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一直去拆塔 不斷的積極的逼塔 菲尼克前期的拆塔速度真的非常快 還有魔龍 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 難怪可以把經濟拉那麼大 而且他們的陣容似乎是多坦的陣容 幾乎都能保護菲尼克 你看像玩菲尼克就是要有自信 雖然比對面的克里希高一等 他又開了大絕招 不過就是要有自信 看小地圖相信你的隊友 我已經看到馬洛斯會過來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開大絕 如果他剛剛沒有開那個大絕跳下來 我已經回溫泉塔去砲塔了 好險馬洛斯有過來幫忙 而且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這個是凌晨場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可能 像這場是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邊玩邊打的 就是大便的意思 沒想到隊友都非常有精神 這場我們開雲影王 而且隊友都超級有默契的 好吧那我為了自信菲尼克 我這場使用的菲尼克是最原始的造型 其實BBCC一直覺得 菲尼克的原始造型就超級帥的 好吧這時候 我沒血沒關係 我這時候就持續的濃濃濃 好可怕 我不知道敵人會跑去哪裡 不過我剛剛跟馬洛斯的配合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靠得住 這個時候我選擇 繼續使用菲尼克連連砍 菲尼克就是不要放棄 任何的野怪連線機會 喔對著對著 本影片是由夜神模擬器贊助播出 如果你想玩第五人格 你的手機不夠好的話 建議你可以下載模擬器 因為模擬器玩第五人格 你可以占非常大的優勢 好吧這時候我們在草叢旁邊 蹲一波 過來喔 有人要過來嗎 好 特爾安納斯感覺沒有發現我在這邊 他只是試探性的一發 不過我沒有出去 這個時候馬洛斯挑了大絕招 配合BBCC的煉錘風暴之後 特爾安納斯食物 為什麼瞬移是往前 瞬啊兄弟 嗯太棒了 前期抓射手就對了 不管你是玩哪一個打野 只要對面有出射手 你就是一直過來抓他就對了 不管他到底 到底是在哪裡 不管他走凱撒盧機率很低 走魔龍路 一直抓到他 一直抓他 讓你們的魔龍有個3打2的優勢 就是你們 3打2就是你們加你們的輔助 加上你可能中路也會下 變成4打3的優勢 讓對面的射手直接回溫泉塔 因為前期射手沒裝備非常弱勢 你們在把他打掉之後 他連技能都沒有了 加油各位 玩錯的打野 最重要就是把魔龍路的射手給抓掉 如果對面沒有出射手的話呢 嗯那再想辦法盡量先抓那些沒有位影 比較好抓的 像是呢 假如對面中路是出圖倫 那可能你就要在草叢旁邊盾一下 等圖倫第一次用那個技能 順掉之後你再抓他 哦 小猴子你很兇憨哦 還想來跟菲尼克單挑 現在菲尼克的煉錘風暴是可以觸發 飛賊印記的4成的爆炸的次數 所以呢 前期現在 你就算在這場遇到刀鋒或是猴子 前期四級小子貼怪跟你硬拼 雖然現在刀鋒在改強之後 你四級要硬拼他是要靠 一點點的運氣和技巧的 不過呢 只要遇到刀鋒跟猴子 麻煩你把第二雙鞋子 換成守衛軍戰靴 那個10%的物理傷害普攻減免 和他的前期物理防禦 可以有效的壓制猴子跟刀鋒 真的非常好用 其實玩菲尼克的出裝 還是要看對手的陣容出裝 比較合理一些 像對面有非常控制的陣容 那你們又沒有前排的寶牌的角色 你們有雙射手 那菲尼克我就會選擇出呢 聖騎士戰靴來增加我的韌性 尤其是現在菲尼克翻滾他 多了無敵的技能 所以呢 在菲尼克翻滾之中呢 欸 好多招都是閃的掉 真的太爽了 現在凱撒已經出了 其實現在我可以偷吃凱撒 但是目前的理想狀態 上塔已經退掉了 中塔要退掉之後再吃比較好 或是你把他們逼退 好吧 嗯 光頭鬍子大哥 喔不對 是光頭大哥就直接被我 我們這樣亂弄一通就送回了溫泉塔 這個時候保險一點是把中路推掉 不過對面似乎都沒有血 這個時候我可以叫隊友來吃凱撒 上路的兵線現在推到他們家裡 所以理想的狀態 他們會去新上路的兵線 而菲尼克吃凱撒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現在菲尼克吃凱撒的速度 會變得更穩定一些 是因為他的菲尼克翻滾呢 會有無敵的狀態 以前呢 不不起來都會打到殘血 現在你只要抓好 凱撒攻擊的節奏 適當的使用菲尼克翻滾 等等 你的血至少都還會有保持三分之一 當然這時要練習 因為凱撒是有一個攻擊的節奏了 相信BOOCHA之前變成凱撒過那部影片 大家都有看到 如果你沒看到的話 在右上角的資訊卡可以點進去看囉 哈哈 飛整印記就錯邊了 現在BOOBOOCHA的 菲尼克射程變遠了 B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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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放屁 講話都跟放屁一樣 B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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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現在我們就持續 摧毀對面的防禦塔 拿出菲尼克 最巨大的優勢 趁有凱撒之力的時候 趕快推塔 不要再去搶資源了 有凱撒之力 那麼多了一個 輸出的BUFF之後 你看連練錘風暴 都可以把蝴蝶打得這麼痛 持續的推塔 對面的洛克 怎麼好像 完全沒有影響力呢 是因為我 前提反了他的野嘛 菲尼克 反野真的真的非常強 而且操作非常簡單 你需要的只是一個地圖觀念而已 什麼時候魔龍古龍會出要去幫忙手 什麼時候對面的野怪出了 你大約要算一下 對面是什麼開什麼起 然後他來煩你的野 那個路線你都要頭腦計算得很清楚 所以其實菲尼克他的操作非常簡單 其實好像都差不多 只要玩打野的幾乎都是靠觀念去取勝 你不要有不需要華麗的操作 你只要會算時間就可以 還有 還有什麼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你要有不錯的隊友在前面聽一檔啊 因為菲尼克假如沒有隊友的話會很慘 哇對面的馬洛斯太大意了 被圍又好可惜喔 不過我們不要浪費任何的時間 趁隊友死掉的時候 這就是撤退的時候 對面一定會積極的來推塔 可是也沒看到對面有多積極 這個時候持續使用菲尼克連連看 而且現在我們有占非常大的優勢 這一場我覺得會非常穩的原因 所以我有兩個前排的進展 也就是呂布 呂布算一個戰士會出半坦裝 馬洛斯也可以出全坦跟半坦 所以我的前排會非常穩 當然如果我的隊友呢 是從洛克變成特爾安娜死的話 噗噗恰恰就要打得非常保守一點 我可能會出半坦裝 洛克也算是一個戰士啊 不知道他出什麼裝我也沒有關心他 不過呢其實我覺得菲尼克有個更棒的儲裝 噢不對 射手系列現在有個更棒的儲裝 就是在裝備裡面加上閃電劍 就是那把buff之後的 閃電劍在前期呢 他buff成遠程會有兩倍的魔法傷害 我覺得真的超級強的 對面的特爾安娜斯打了一個大絕招 那麼可惜完全在這場 沒有發揮到他拉人的作用 其實他可以選夸克拉人的次數 會更多一點點 這個時候我們持續的推塔 持續的壓線 不要放棄任何有機會推塔的路線 多推爆一座塔 你的勝率就是提高超多 因為那一路的路線會被超級士兵 一路的推過去 好吧 現在兩座塔都爆了 我們就來等收頭囉 等級有腰制 經濟有壓制 這個時候羅爾暴走之後 buff起來就在後面幫忙不餵刀 好吧 這個時候就跟著隊友一起享受勝利 菲尼克這一隻英雄操作非常簡單 造型又非常帥 原始造型也非常帥 還有吃野的速度非常快 就算你是新手玩家的朋友呢 你沒有奧義也沒有關係 隨便帶套物理奧義也可以玩得66666 最主要還是你的地圖觀 和你的敬畏 射手敬畏操作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與訂閱 專精菲尼克打海的BBCC 如果呢 你有什麼想要跟我說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所有的留言我都會看過 並且一一回覆你 謝謝你的收看 祝你有個愉快的暑假 掰掰